近日,韩国釜山市民持续举行抗议活动,要求关闭美军位于釜山港的生化实验室,撤出在韩生化武器。 另外,韩国媒体也不断报道,美军正在向韩国运入生物战绩,并批评美军隐瞒真相,对其相关活动的安全性表示强烈质疑。 美军的行动同样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关注,为此,中国外交部也出力要求美方进行解释。 据外交部消息,乍利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对于美军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一事,国际社会已多次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反对,中方也多次表达了严重关切。 但遗憾的是,美方一直对此事而不见,置若罔闻。 在釜山爆发抗议活动之后,赵立坚希望美方回答几个问题。 美方派遣军队往釜山运入生物战,既有何目的,运入后用于什么研究,怎样证明相关活动,没有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。 为什么隐瞒真相? 之前美军一直否认,在釜山港第八码头建立军方实验室,直到2016年相关项目被媒体曝光才被迫承认。 而且美方早在2009年,就开始秘密运入行动,但却在2015年声称是首次向寒运入生物战机。 为什么对当地民众的健康安全不管不顾,釜山港第八码头附近有四个军民区和多所学校? 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,发生事故怎么办? 赵立坚连连发问,让美方在这三大问题上进行解释,并且再次敦促美方进行全面澄清,全面履行相关义务,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其实,在去年八月以及上周,中方就曾敦促美国就在寒生物军事化活动做出澄清,不过美方不为所动,而这也是美方的一贯作风。 美美自己的不法行为被别国发现之后,美国要不是专闻作哑,不做回应,要不就是随意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 早在2009年就有消息称,美军已多次将碳聚军等病毒样本,送到在韩美军研究基地,但这一事实一直得不到白宫的承认,只不过只是包不住火的。 在2015年,美国移处基地向韩国移驻军基地,寄送了一批具有活性碳军军的样本,然后此事曝光。 之后驻韩美军迫于压力,将此事解释称误送,但却并不能让外界幸福。 其实,驻韩美军的丑闻几乎没有断过,而设立生物武器研究实验室,就是美军丑闻的一种。 在釜山、首尔、群山等地的美军基地中,都建有生物武器研究室。 另外有分析人士表示,通过研究美国在海外生物研究实验室的具体地点,他们发现其中大量实验室都设在中俄两国的周边,而美国如此操作,明显是在针对中俄两国。 所以,尽管抗议活动发生在韩国,实验室也设立在韩国,但这件事却也对中国影响颇深。 为了国家安全乃至世界安全,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要求美国做出解释。 希望美方也能够回应中国的呼吁,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。 不要再对国际社会的反对和抗议事而不见,而要给世界人民一个明确的解释。 最近还发生的另外一件事,也值得中国警惕,5月20日,一辆接一辆军方的运输车,开进了位于庆上北到新州郡韶城里的萨德基地。 根据韩媒透露,这是韩国国防部和驻韩美军,为萨德返岛基地补充生活必需品和建筑材料。 这是近一个月,韩军第四次向萨德基地补给物资。 为什么频率突然变得这么密集? 补充物资中,建筑材料有什么用途? 一天后,文在寅将在华盛顿与拜登举行会晤,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跟这场会晤有关系。 对于本次韩美省老会谈,韩美称主要有四大议题,新冠疫苗、朝核政策、对华关系、半导体合作。 而在对华关系议题中,韩国会否在美国的要求下,加入美日英澳四方安全机制,是最令人关注的。 然而,就在文在寅与拜登会面前一天,白宫资深官员在美媒爆出更惊人的消息, 美韩领导人会晤后的联合声明,会谈到台湾问题。 这已经是文在寅任内第四次访问华盛顿了,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。 他将与美国当地时间21日,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首脑会谈。 而文在寅在出访美国前强调,要把握此次韩美首脑会谈的机会, 加强两国间新冠疫苗合作,力争把韩国打造全球疫苗生产枢纽。 这反映出韩国高层对这次会谈的重视。 由此可见,在韩国内部看来,加强韩美两国疫苗伙伴关系, 被视为此次会谈的最核心议题,预计双方将具体讨论韩国面临新冠疫苗的问题。 此外,半岛问题的核心议题仍是朝核问题。 拜登政府在今年4月底公开了对朝政策重新研讨后的结果, 即通过外交渠道渐进地。 逐步地解决朝核问题,预计韩国政府将竭尽全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, 促进朝鲜对相关政策作出积极回应。 因为自文在寅上台以来,改善朝韩关系, 已经被作为进步派的最大外交工作亮点之一。 四大议题中,前两个都是美国首卧主动权。 韩国有求于美国。 对第三个议题对华关系来说, 美国正在聚焦对华遏制战略, 韩国参与到何种程度, 也是此次韩美首脑会谈中, 无法回避的主要内容。 但是,近期越来越多的韩国媒体, 通过其消息人士掌握的信息做出分析,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韩美之间的疫苗合作, 因此不排除在该问题上做出某种变化。 那么,变化到什么程度? 韩国会成为四方安全机制的潜在成员吗? 韩国不少分析人士认为, 既然能再迎希望在前两个议题上获得美国的支持, 那么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, 韩国也要给予美国支持。 这种交换在菅义委防美与拜登举行的会晤上, 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韩美会谈的另一个主要议题, 就是加强两国在半导体等尖端产业领域的合作。 美国为了在中国强势崛起的, 5G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领域的竞争中取胜, 正集结在半导体等领域, 属于强势地位的韩国、台湾地区等, 试图重组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。 因此,预计一次次会谈为契机, 韩国企业将公开对美进行大规模投资。 那么,韩国为什么如此重视韩美首脑会谈呢? 这次韩国觉得从华盛顿这次安排的行程看, 美国很重视韩国。 从抵达美国到离开, 文在寅访美时间前后加起来有五天之多, 底尖因为还多出一天。 这个细节其实很重要。 而美国越是对文在寅访美行程安排的高调, 韩国面临回报美国的压力就越大。 华盛顿最希望得到的回报之一, 就是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。 拜登政府4月21日, 曾婉拒美韩疫苗互换协议。 此举是为了对不参与旨在牵制中国而构建的, 四方安全对话的韩国施压或驯服。 因此, 此次韩美元首会谈这话题备受关注。 由于韩国的疫情如今仍不令人放心, 韩国国民大部分真正关心的主要是新冠疫苗, 甚至可以说能否获得疫苗供应, 将决定这次文在寅访美外交的成败。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表示愿意分享疫苗, 但主动权却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。 不少韩国专家认为,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, 由于文在寅面临之前地方选举败选的压力, 而且现在的民意支持力仍在低点徘徊, 所以文在寅政府会继续战略性模糊路线。 毕竟, 如果与中国关系闹僵了, 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。 不过, 与韩国是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问题相比, 美国媒体在韩美领导人会晤前一天, 发出了一条更具爆炸性的消息。 拜登总统跟文在寅将会谈到台湾, 而之后的美韩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的强度, 将不亚于跟菅义伟的美日联合声明。 而这一内容, 在韩媒报道中都没有被提及。 在中国外交部5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, 有记者提到, 美军在釜山港建立的生化实验室, 持续引起当地市民团体的抗议, 要求美军将生化武器撤离韩国。 发言人赵立坚就此对美国发出了七个灵魂拷问。 但同时, 这似乎也是想点醒韩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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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